哇~~超漂亮 這個拿起來就很舒服啊 喔~~這個很可以 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嗨大家好我是大瑜 欸大瑜你有沒有用過Mac 欸其實沒有 但是我以前學生時代一直很想要用的 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最新出的MacBook 16 那這台MacBook 16我看一下規格 厚i7 16G 512G的SSD 15吋跟16吋基本上它的體積與大小幾乎是差不多 但是還是有微微的差距 首先它的厚度變厚了 之前的15吋它的厚度是1.5mm 那這一次已經到1.67mm 厚了一點點 那再來是重量的提升 之前的15吋它的重量壓在2公斤以內 那這一次已經直接在帳面上已經破了2公斤 剛好就是2公斤 可是它的這些改變啊 帶來的優化其實還不少 那首先最直觀的就是它的螢幕 哇~~超漂亮 同樣的體積 它因為螢幕的邊框變窄了 所以它可以可視面積變得更大 更漂亮 而且它的顏色是很準的 嗯 對所以很多設計師 他都堅持用那部 我們這邊啊 順便拿了一台13吋 來比較一下邊框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邊框兩邊的差異 它還是比較薄一點 有沒有 上下就有比較窄 然後左右也變得更窄 它的螢幕的可視角度變多 有所提升 對 除了就是它的重量變重 然後螢幕可視面積變大之外 再來的改變就是它的鍵盤 嗯 它之前啊 在之前的13吋 他們用的是碟式鍵盤 這一次改為剪刀腳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這種碟式鍵盤 它的鍵繩很短 沒什麼感覺那種 對那你再按一下這個 喔 就是比較古早的觸感 對 回彈力道就是比較接近傳統的筆電 大人來打打看 這個拿起來就很舒服啊 今天來開跳 喔這個很可以 那再來是另外一個改變啊 就是它的Touchbar 我以前會覺得Touchbar很接熱 但是這一次我開箱了麥鋪的16之後 我覺得很好用 它的上方的Touchbar看起來一樣 但其實還是做了一些小變化 它主要是在這個Touch ID 這個指紋辨識區 跟Touchbar還有ES機鍵 它中間都做了這個 分離 對原本那邊看起來是連在一起的 對因為像很多像 比如說像大魚 它就是打字很快 它可能已經可以到達盲打的境界 就是完全不看鍵盤 對 可是如果你是用這種13吋的話 你會有容易誤判 還滿容易的 因為它那個鍵繩不高 其他差不多啦 那主要就是鍵盤的手感 跟Touchbar的配置不一樣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效能 很多用戶啊 他們在買MacBook的時候 因為MacBook其實有很多產品線 很多人就會想說 我到底要買哪個階級 好那這一次MacBook Pro出了之後啊 其實就把這個階級把它拉開來 它的定位就是創作者 如果你的職業是用來做語音繪圖 室內設計 或者是影像合成 或者像一些YouTuber 經常要剪輯影片 對 那你就會適合買MacBook Pro 因為它這次用了10代處理器 那它效能高到什麼程度呢 你如果在做影片剪輯的話 你現在直接用8K的影片 8K喔 拿8K的影片直接去剪 你的游標在上面 ProD的話 它會直接顯示 已經剪好的結果 就是渲染好的結果 真的假的 對 它是直接顯示 那一般的品店啊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 這樣做 它沒有辦法做即時的運算 在官網上面啊 甚至可以直接買到 512G 然後64G記憶體的規格 蛤 那是64G記憶體 64G記憶體 哇那真的是給影音創作用 對 只要你口袋有 什麼規格都做得到 欸你知道我真的覺得好的電腦 在那個處理上面 現在也是要做預覽 因為有時候你要超些素材 或是說你即時挑 那花你都直接等待 輸出也要等待 專長的等待 什麼時候等待 那全部都是時間 所以後面 如果有 錢包允許的情況下 有需求的話 我都還是喜笑 花錢去投資電腦設備 好那這一台的效能啊 其實已經提升到非常多 那效能越高 那散熱當然就要越重要 它在背後啊 它雖然已經 一樣是這麼極簡 而它的散熱風流 提升了百分之二十幾 然後它的散熱面積 散熱板的面積也加大了 加大了百分之三幾 它的效能變高 然後散熱變好 所以它就不會變慢 很多電腦啊 它可能散熱沒有做好 它會降平好 就是你規格明明有 規格明明有到 可是它因為不想它過熱 所以它會降平好 最後我們講到價格 這一台的最低售價 台灣的售價是七萬七千九 然後另外一個規格是八萬九千九 那有些人會說一台電腦要最低是八萬塊起跳 那這樣會貴嗎 其實一台筆電要價八萬塊 可是通常我們是拿來工作的 像我自己一台筆電大概用三年到五年 那一年平均大概花到一萬多到兩萬塊 拿來工作賺錢 這算是我們身材工具 這樣算貴嗎 其實還好 所以我覺得拿來投資自己的角度是非常划算 因為皮件剛好我們都說 它整體體能效果非常多 而且它真的是一台很棒的補典 那如果你身為創作者的話 還不妨來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也到這邊要結束啦 我是大魚 大家可以記得follow我的粉絲團 大魚隊友或是我的IG 那也要記得follow雲霸 對 要記得收看他的直播 好 我是雲霸 謝謝大家 掰掰 再見 掰掰